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要教大家什么呢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在侧边的栏位 或者是文章中加入音乐的方法 原因是我的小朋友连续好几个来问 那么其实步骤很简单 你只要有五个步骤就好了 不过你千万不要被五个步骤给吓到 其实多半你已经会了 那你不会的你只要稍微看一下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是哪五个步骤呢 来第一将你的声音档传到相簿 这个大家都会啊 就跟传照片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那现在潘老师呢 我们来看相簿 这边已经有一个我已经传好了在这里了 已经放在我的相簿中了 已经有了 你传上去以后要经过转档 转好了才可以开始用哦 好等到转档好了 你就看到一个这样的符号 然后呢有这个标题 那这个就是潘老师的一个自弹自唱的录音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好够了够了 老师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 你如果兴趣你可以看潘老师另外一个那个录音简接的软体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把速度加快 然后就会变成这样的这个像花里鼠一样的声音 哈哈 好我打算把这个在文章中加入 这条歌或者在这边栏位加这条歌 事实上潘老师已经有加了 在哪里呢 那就是潘老师的这边栏位的底下一个测试音乐 老师说这个测试音乐就是为了要 让小朋友能够了解 的确是很简单 好就在这里 好那这些就是用这个方法加入的 那你用正确的方法 它可以连续放好几首 好那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已经传上去了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要取得音讯党的网址 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要去复制这个语法 语法之中会需要音讯党的网址 它才有办法使用召唤之术 把这个音乐召唤进来 在你的侧片栏位播放 所以我们必须要取得正确的音讯党的网址 待会才有办法去修改语法 好那怎么取得呢 其实非常简单 来我们来到文章中 按下发表文章 发表文章大家都会对不对 好 接下来你看开出来了 接下来在文章中 我们使用插入图片 插入音乐的方法 一样的 这个相信大家很熟 我们选择插入影片或照片 其实声音档也是从这里按下去 不过记得要使用一般编辑器 好你看使用今天编辑器的话 我会按这里 所以我现在是一般编辑器的状态 记得要在一般编辑器的状态 好按下 那我刚才那个音乐呢 是在这里 9801-3的杂图 好我点下去 好它会开启一个网页对话框 这个大家也很熟吧 如果你要照片就点它让你确定 对不对 那只是现在我们改成要放音乐 好在这里 我们点它 一样按下确定 这样就好了 好就这样就插入音乐了 那这一段就是所谓的语法啦 大部分小朋友你是看不懂的 可是不要紧张 你要只要找到其中音乐档的网址 音乐档的网址一定前面有 http 后面一定是mp3 因为我们穿上去是mp3 这是目前大家最常用 那你就慢慢看 找到http 哦有了http 后面是不是mp3呢 看一下 不是 那不要理他 又有http了 不要怕 http你总认得吧 不要怕嘛 好 有没有mp3 有没有mp3 没有 又有http了 再找找看 有没有mp3 有 看到了没 前面是http 后面是mp3 反白 复制 这样就好了 哦 好 那上面这段已经完全无用了 删掉 贴上 哎 这一段就是我们音乐的网址了 哦 不会很难吧 你不要连说 你找http跟mp3都不会吧 哦 不会很难的 不要怕啊 好 接下来啊 我们要回到 在这边来啊 哎 我们第三步 我们要复制语法 我们已经取得 呃 网址 音乐档的网址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要取得语法 然后第三个去修改他 哦 那取得语法在哪里 可以找到语法 你如果现在看到这个影片 你只要按音乐片取得语法 或者你可以在潘老师的上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潘老师的歌的文章 影音教学目录 你点下去 好 找到这边 无名少占操作 教学目录 点下去 好 你看 进阶操作 以取得语法 看到没 你把这个取得语法 点下去 好 这里面就有语法了 语法总共有两段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两段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会自动播放 一个不是自动播放 如果你放在侧边栏位 我建议你不要自动播放 哦 不要自动播放 哦 有访客决定是不要播放 你看潘老师刚才有讲 来我们看这边 我可以放好几个啊 那如果全部一起播放 那不是不打架了吗 太乱了 那你选择不要播放 让访客来按 哦 好 按下去 他就会就会播了 哦 这样明白了吗 好 那如果你是放在文章之中 呃 那你要一记得 在发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 讲明白 说这里面有自动播放音乐 请访客进来的时候 不要吓到 啊 这样才是体贴嘛 不然人家点进来 突然音乐放起来 那如果人家喇叭 正好开很大 在听什么东西 或者是在家里偷上网 突然喇叭一响 不是被爸妈听到 当场抓包吗 啊 所以我会建议你 啊 这两个状况 你自己去选择 要不要自动播放 好 假如我现在是要放在文章中 我希望自动播放 好 那我就复制 这一段 啊 啊 这一段 真的 我建议你 要在文章中的话 你一定要讲清楚 好 我复制下来 看到没 整个复制下来 好 回到刚才的发表文章这里 这边我们不是已经取得了网址吗 啊 第二个我们去复制语法 复制吧 复制会吧 啊 复制 贴上 好 这里面全部都是语法 你看不懂对不对 只有一段 音乐网址四个字 你看得懂 这是中文 这看得懂吧 这样很难吗 告诉自己 不难 啊 好 那怎么修改它呢 第三 修改语法 怎么修改 很简单 你想要把这一段 这里不是讲明白了吗 看这边 音乐网址 对不对 那我们有没有音乐网址 有啊 就是这里啊 你只要把它复制回来 把这一段音乐网址四个字 反白起来以后 换成刚才那一段网址 贴上 OK 恭喜你 整个语法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时候 你只要把它整个反白 复制下来 恭喜你已经完成第三个步骤 修改语法 就这么简单 真的 你要把那一段贴上来 盖过去就好了 然后第五步 你一定会了 我就不另外再讲了 你只要在这边 利用这个无名的 这个侧边栏位 你新增加一个栏位 然后把它贴进去就可以 那贴进去 那我这个就不另外教 如果你不会 那你再告诉我 我再再 录个教学画面 再给你看啊 那如果你是文章呢 你要贴在文章中呢 那就像现在这样 在一般编辑器的状态 你把它去掉 好 讲到这样好了 好 标题测试 好 好 要不要开放 不要我这自己测试一下 隐藏 好都好了啊 前面有语法对不对 语法不要放第一个啦 放后面好不好 好 好 送出 我们来看看会不会自动放音乐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那片音乐 测试 你看他自动放啊 这下 你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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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总共五个部分 传到项目 取得网址 好 就用插入的方法啊 好 复制语法 修改语法 其中最关键就是 这中间的三个 那其实也都很简单啊 啊 好 相信你会了 现在赶快去练习看看 失败也没什么关系 把那篇文章删掉就好了 哦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可以练习成功 拜拜